哈喽大家好我是在韩中国当演刘德福很高兴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们今天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电影制作博士课程的第29次课程 也是我们小科目课程的这个剧本创作的第10次课程 那我们今天就是一块分享的就是我们韩国老师跟我们一块聊的有关 这个剧本创作 在这个短片与短片之间比较的同时教我们如何去解构一个故事 那接着上次课程老师给我们的一共三个短片 第一个短片是邀请第二个短片是线 第三个短片是天才班 那整个三个短片的共同点就是它是一个1.5幕剧 时长的这么一个短片电影 那主要分三个层次来讲吧 那首先就是剧本的这个导入部分 其次就是本论 再往后就是一个相对开放性式的结局 那三个影片同时具有这个三个特征 三个特征 那我们首先讲这个邀请 邀请的整个这个短片电影的设定 短片电影设定 那在课堂上老师有提到这个邀请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结构 那也是一个1.5幕剧时长的这么一个短片 那简单的去分享一下它的这个美目美目的安排 可以是这样 就是首先它是电影的导入部分 电影的导入部分它讲到这个葬礼市场 葬礼市场 讲到这个主人公是谁 讲到这个大方向是往哪里走 那在它的第一幕当中它分了两个 段落吧 第一个就是它讲到这个主人公登场 登场它遇到了一个配角 遇到了一个配角 第二个这个小的场次的安排 就是主人公和配角之间产生了一个小的摩擦 小的摩擦 那这样在整个短片电影当中是这样安排的 就是主人公登场之后 那他就是一个葬礼市 葬礼市他迎接自己的老公 因为事故而过世的这么一个现实 那他的这个老公的弟弟的劝诫他 劝诫他 最后老公的弟弟把这个他的遗物转交给他 这就是整个两个场次的具体安排 那他遗物到底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就是整个第 这个第2幕 第2幕的这么一个小的开始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开场本论 最后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本论结段 本论结段就是他讲了这么一个 发现一个新鞋子的过程 那到底这个鞋子又是为什么出现 是谁的鞋子 又该如何处理这个鞋子呢 其实就是接下来他将于面对的这个 他的对手系的这么一个 人物的这么一个 情感的发展 那在这个部分他也分了几个小的层次来讲这个故事的发展 首先就是主人公 主人公这个 跟一些其他配角的这种对话 简单的他有一些异常的反应 因为他心中始终挂念着这个新鞋子的出现这个事 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场次讲到了他跟这个配角跟主人公产生了这么一种的 内心的怀疑 内心的怀疑 包括主人公渐渐产生了一种警戒的心理 那第3个小的层次分配就是配角 配角的出现在次失误 导致这个矛盾的激化 矛盾的激化 那在这个短片电影当中就是涉及到这个 女配角 刚才有讲到女主人公 女主人公现在是跟女配角的关系 女配角的关系 当这个女配角出现的时候 需要激化的矛盾跟先起的高潮到底是什么呢 刚才有说过我们这一幕主要讲的就是 鞋子为什么出现是谁的鞋子 那鞋子该怎么处理 那刚才前两次有讲到 两个层次的部分有讲到鞋子是为什么出现的 那现在谁的鞋子的问题解决到了 因为这个女配角的出现 已经确定了她的身份 她是一个就是 补习班中 英文补习班中 跟自己老公共同相处的一个女孩 这么一个女孩 那两个人之间有发生关系 其实发生关系 那这个新鞋子其实就是自己过世老公买给 现在这个女孩的 一个礼物只是在转交的过程中还没有彻底转交 就在一场事故中 丧生了 那现在这个女孩也心有 心有这个 抱歉或者带着一种思念吧 因为毕竟这个男人已经去世了 他也是来这个葬礼上去看这个男人的 这种故事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也比较俗套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最后结局的部分 结局的部分 刚才我们讲的1.5目句 那我们现在1.5目是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 那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刚才有讲过 这种1.5目句的设计大多都是一个 开放形式的结局 那开放形式的结局也是很多电影 也比较喜欢的影片类型 影片类型 那我们拍短片的同学 或者未来有计划要拍短片的同学 一定要记住 这种开放形式的结局是非常适合你的选择的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他的开放形式的结局是如何 如何把他讲述出来的 那最后一部分结局的部分 他在最后一部分就是说我们故事的反转与反思 到底又是什么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全新观点呢 或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批判的 观点的这样的就是我们 导演的功力展示的时刻就到了 那整个电影的安排 短片电影的安排是这样的 主人公的一个反击 反击并没有跟这个女孩有过度的语言 过度的语言 只是简简单的一两句话的问询 你多大了你们在哪里认识 那其次就是说主人公反击之后呢 配角的配角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并非是如此激烈 是非常简单的讲述了 我们是在这个学习英语的补习班里认识的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普通的大学生长得不漂亮 最后结局是什么 导演的主张部分了 那在这样的话 会有一个场次展示 场次展示非常含蓄 为什么就是在整个影片当中 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 就是一个影片当中的一个含蓄的表达 那他是如何处理这场戏的呢 就是 女的配角女的配角 就是跟自己老公有有染的这个女孩子的高中 这个大学生的身份 他来祭祀过 祭祀过自己曾经爱过的这么男人的一个葬礼士 祭祀过之后离开现场 那 原来的老婆以为 就是我们女主母以为他会在不远的地方 祭祀旁边的长椅上会等待他 会有一段简短的对话 当他回头的时候发现在那段长椅上其实没有任何人 他透过长椅隔着划圈 望到这个葬礼士场的门口的部分 看到这个女孩失落的 背影 失落的背影 即使是他生活上是失落 也会是他 现在精神上的失落吧 应该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我感觉是这样的 那这个女主人公就拿着自己包装好那双新鞋 洗鞋转交给了这个女孩 转交给了那女孩 这个女孩也欣然的接受这双新鞋 当他打开盒子的时候发现是一双崭新的鞋子 那原来的 女主人公也就是我们这个去世男人的老婆 老婆离开现场 离开现场 整个电影就是以这么一个打开新的鞋盒的大学生的回望 回望 结束了整个电影 非常含蓄 那你说这个大学生的心理是什么呢 他回望的那一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在回望的 那转身离去的这个老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呢 那对于老婆来讲的话 那他更重要的是面对生活 他有一个儿子跟老公一起抚养的儿子 那对于这个女大学生来说又是什么呢 其实又是一个同样的问题 他接下来面对的 除了死亡的这种伤痛以外 还有 用强大的 内心去面对生活 其实两个人两个女人应该这么讲 两个女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所要面临的并不是死亡的伤痛 并不是男人带给他的背叛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要面临未来更加沉重的生活 这就是整个电影的这么一个表达 所以这部电影才有幸 进军了这个威尼斯电影节的主情财团园 当然是短片 所以在课堂上我们有分析这部短片电影的一些 简单的叙事方法设定 接下来我们一块分享的是另外一部电影 另外一部电影就是线 听过我们课程的同学可能知道这个 线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样的话对线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回听一下我们之前课程中有提到这个短片电影的一些 西部的内容 那这样在这里我们的这个线的分析就不再讲了 接下来讲这个天才班的 简单分析一下 那天才班跟 这部电影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叙事风格和处理方法 电影天才班这部短片的电影 处理方法和风格是什么呢 那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快节奏的一个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没有像刚才邀请的这么一个慢节奏内心极多 而且是一个葬礼 这么一个背景的故事 那天才班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热爱生活的一个 学生也是在 补习班当中 在补习班当中他想得到更好的考虑大学的机会 那他原本只是一个建议勇为的孩子 当他知道建议勇为原来也可以啊 拿到拿到表彰 那通过表彰可以更有利于他考进大学 其实就是一个加分啊 这么的一个 社会现象 导致于他为了拿到这个加分 而原来的真正的建议勇为的行为 变成他人生当中的一个 失误 为什么是失误呢 那他的建议勇为 却没有得到表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正的内心只是建议勇为 所以他没有在意过这些东西 当他看到很多同学在利用这种建议勇为的表彰 而纷纷考入好的大学的时候 他也想做一件建议勇为的事 但是有些事情往往却跟我们想象毫不相关 那他没有机会在做建议勇为的事 那他的那只手就渐渐的走向了偏离 偏离 偏离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他的手渐渐的走向一种 伤害别人的方向 那当他伤害别人的同时他才能建议勇为 那他伤害的别人同时他领到了建议勇为的勋章 领到了勋章之后就能顺利考入大学吗 这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电影也是一个开放形式的结局 那他在发榜那天 他看了发榜上的内容 这里导演并没有交代 发榜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开放形式的镜头 他看了发榜的内容 他转身离去 走向远方 去继续面对他的生活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开放形式的结局 那当然这个电影最后拿没拿讲 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是一个值得拿讲的短片 那在课堂上我们的韩国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分享这内容 所以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了有关 天才班的一些内容 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希望我可以把这些短片分享给大家 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边观看一边去理解我们 今天分享课程当中有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那在整个课目结束的部分 老师又提到了一些相对 相对学术一点点观点 比如说 韩国老师觉得电影的剧本创作最重要的是人物 是人物 那我们又如何刻画人物呢 刻画人物的同时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物设定的 视线 视线观点 那这个视线和观点总结在一起就是试点 那我们人设的试点是极其重要的 也是构成我们电影 电影整个剧本的一个核心 那其次就是 我们韩国老师觉得就是电影剧本的这个 在这个设定的时候 设定的时候需要有些技巧性的东西 比如说类型方面的东西 那同学问了 那大多短片不都是服务电影节吗 为什么还要谈起到类型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那但是随着这个电影的发展发展 渐渐的类型化 带给我们影响会越来越深 那现在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短片电影 除了单纯的艺术剧情片以外 现在种种的这种类型片的一种 风格化的东西也在短片电影节上 展露头角 那这样的就是类型化 包括风格包括你整个影片的格调 都成了短片电影节对 对影片评判的一个新的基准 虽然这个并不是一个公式在外的 内容但是在我们做影片的这个 行业内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基准了 如果有想参加短片电影的同学 我觉得可以 可以吸收下我们的意见 那其次 其次应该说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老师强调的就是影片当中 如果我们可以买一些复现 或者买一些暗示的东西的话 对我们的影片也会很好 也会很好 第四部分就是 导师的建议就是我们希望在整个电影当中 也可以通过台词或者通过音乐 或者通过美术作品 其实这个有涉及到一些电影符号学的东西 如果能把这些符号学的东西 应用到我们的电影当中 可能对我们的 短片电影又是一个很加分的点 加分的点 好那我们的今天课程分享就到这里了 简单的回顾一下 那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通过两篇电影 讲述一下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叙事结构 其次就是分享有关电影剧本创作过程当中的 最重要的点是人物的视角 也就是人物的视点的安排 其次重要点就是说 电影剧本设定的时候 适当的融入一些类型化的东西 摄影风格的东西 色彩的调调的东西 那 第3点就是在剧本创作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加入一些符号的东西 比如一些暗示 比如一些暗示 比如一些复现 比如一些特殊的 道具等等 都是 对这个你故事加分的点 也是你故事暗示的 点啊 第4步就是影片当中处理一些台词 台词 或者你反复出现的形式 或者在处理一些音乐 音乐 也是反映影片的一种 一种 风格化的东西 包括你对 对艺术的理解的一些 一个再提 希望就是我们 可以利用好这些技巧 做出更好的作品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周再见 喜欢我们频道的同学 可以关注我们频道 这样的话我们小刘大会时刻提醒你 当我们有新的更新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及时的看到我们节目 OK 下周见 拜拜